謝謝 晚上六點多 民進黨金融市長候選蔡世穎與富人蔡喬廷出現在競選總部 以深深的一鞠躬向現場支持者表示感謝 蔡世穎強調是自己努力不夠 辜負了四名朋友的期待 沒有任何其他理由 我只能說是自己努力不夠 辜負了我們四名的期待跟期望 那自己努力不夠 沒有其他的理由 就是自己努力不夠而已 那所有我們的競選幹部 都非常的認真 所有支持我的四名 我都非常的感謝 蔡世穎也謝謝每一位支持他的四名朋友 讓出身基層的他 有機會從立委助理選上市議員 再當上立法委員 更有機會參選金融市長 在他人生的旅途上 他非常的感謝與知足 對我來講 從有一個機會基層出身 然後讓基隆市民 給了我們很多的支持跟鼓勵 讓市民有機會從立委的助理 擔任議員 擔任立委 到這一次來參選 基隆市的市長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 我已經非常的感謝 跟知足 所以對我跟我太太來講 除了感謝基隆市民 這段期間 這一陣子給我們的努力 的照顧之外 我真的沒有其他的言語 能夠來形容 那我只能說自己努力的不夠 做的不夠好 那沒有辦法得到更多的市民 給我們支持 蔡世穎也祝福對手信不良 期盼他未來四年 能帶著基隆繼續向前行 讓基隆不要走回頭路 這邊也要預祝我的對手 期待他未來的四年過程當中 能夠帶領著基隆 繼續往前進 讓基隆不要走回頭路 那也恭喜我的對手 那當然除了我的對手之外 有另外幾位候選人 跟世穎一樣 沒有機會能夠當選 我想我們大家彼此 互相勉勵 大家都為了基隆好 基隆加油 雖然世穎沒有機會勝選 擔任下一屆的基隆市長 但是我在這邊還是非常感謝基隆市的市民 願意給基隆 給適應這個參選的機會 隨後蔡世穎與夫人登上競選宣傳車 向市區所有的市民表達感謝 最後回到競選總部 以握手與擁抱 感謝所有競選幹部與工作人員 有支持者高喊四年在戰 現場氣氛 溫馨又哀傷 加油 加油 這兩位更好 謝謝 謝謝 四年後才聽你 謝謝 蔡世穎最後強調 他會繼續做好立委該做的工作 繼續為基隆市未來發展 與市民福利努力 記者張旗潭 金融報導